我們繼續剛剛的教...我們繼續剛剛的課程喔 這張圖呢我剛剛已經講說啊 它這個單位會變得很大很大 如果我們一旦啊去改變它的影像尺寸的話 對不對?它變得很恐怖喔 那這樣子呢大家會說啊 如果不要去改變它的解析度的話 我印出來的圖為什麼老是覺得糊糊的 我們用72射回去看看好了改確定 它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運算喔 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 那到底多少解析度才是最正確的喔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剛剛這邊影像尺寸 我開了一個新讀的時候 它這邊的解析度單位是72 為什麼不是70或75或80 而是一個機靈數字叫72喔 這個72像素呢其實啊 就是我們的電腦螢幕的解析度喔 我們的電腦螢幕 其實最高最高啊 你只能夠容納每一個硬曲 每一個英寸的平方 的面積裡面呢 有72點這麼多 再跟進密的解析度喔 我們的電腦螢幕就沒有辦法辦到囉 所以呢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這張圖呢 是要拿來做網頁的輸出的話 做比如說做電腦上面的程式啊 或者是我們來做網路的那個 比如說網頁裡面的圖片的話 調到72就非常非常足夠喔 不用再增多了 再增多 反正你的電腦螢幕 對它來講 你調成72 你調成80 你調成180 你調成280 出來的結果 都是只有72的解析度這麼高而已 沒有辦法再調囉 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應該要了解喔 所以呢 如果我們今天啊 要做的是電腦螢幕的 電腦的多媒體的話 或者是網頁設計的話 用72 錯錯有餘 不用再調高了 再調更高 沒有意義 好 那為什麼我剛剛要把它調成300啊 我剛剛不是說 如果要做輸出的話 要調300到350嗎 這個是沒錯的喔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啊 假設以我們今天要印的書是 嗯 是銅板紙好了 銅板紙的話 銅板紙的話 通常來說喔 因為印刷品呢 它的每一個網點啊 每一點每一點 書上的每一點每一點喔 比較細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做印刷品輸出的話 一般會把它調成是300到350 可以嗎 當然啦 我通常還是比較喜歡用300啦 因為350有的時候 真的很大很大喔 有的時候 哇一張圖啊 如果你今天又 不要把它存成是 存成是JPG檔的話 你把它存成是TIF檔的話 一張圖 就這樣子 780Mb 嚇死你這樣子 有時候甚至100多Mb 很恐怖喔 所以呢 今天呢 如果要做輸出的話 還是沒辦法 得用300到350喔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啊 如果或是你的 如果你的老闆啊 或者是業主啊 他要求並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 我也曾經試過 用200dpi左右在做圖啦 當然只要看看你的客戶的需求 或者是你對於這張圖的品質 到底需要好到什麼程度 通常來講喔 125以下 125以上 就OK了啦 就可以過了 那 還是 還是說 就是可能你必須要在檔案的大小啊 跟你的這個圖的品質之間呢 取得一個平衡點才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繼續來看看啊 當我們如果啊 不想要改變這個的dpi的數字 我們直接 說放樣式 強制等比例 不要打開嘛 對不對 來看看喔 這個地方 假設今天我只要拿15公分的話 他的這個解析度沒有改變喔 變成15公分 他就會把我們的圖一樣去做一個壓縮 好嗎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影像尺寸呢 已經啊 大家應該已經知道了 但是還有最後一個地方 必須跟大家誠心的一點 還是跟剛剛一樣 我把這邊從72 調成300 好 嗯 好 調成 假設不要調成300好了 我們把它調高一倍 調成 144 從72調成144 對不對 我們把它按確定之後做調整 好 他的圖照理說已經調高一倍了 對不對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啊 有一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可能 頭腦反應快一點的同學 已經想到了喔 我們的這個圖喔 他原本啊 照出來的時候 他只有 72點 在每一個英寸裡面 可是今天我把它調整是144點 調高一倍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請問你 他這一點裡面啊 每一點多出來的 這一個像素 是從哪邊生出來的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問題很有趣對不對 好 好 這個有趣的問題呢 我們可以藉由這張圖來看看 好 這張圖呢 他非常非常的小 他是一個 一條白一條藍一條白一條藍的 一個圖案 好 他很小喔 這邊每一個圖案呢 都只有一個像素這麼寬 好 他這邊一條就只有一個像素 一條就只有一個像素 如果今天我把我的這個 呃 尺寸 單位調成是像素的話 大家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邊呢 好 他的單位其實非常的小 只有三十幾個像素而已 好 到這邊 好 如果今天啊 我到影像尺寸這邊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看好了 他這個地方放大看之後 其實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他說 每一個像素 這邊每一個就是一條像素對不對 好 像這樣子 好 如果今天啊 我們利用尺寸 影像尺寸 打開 然後把這個地方調成是 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144的話 我們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這邊 每一個尺寸啊 變成 每一個 每一格 就是每一條線 他變成的是 兩個像素這麼高了 原本是只有一個像素 因為把它放大兩倍 變成兩個像素這麼高 可是為什麼中間的白色不見呢 變成淡藍色 這是個奇怪的問題對不對 如果今天啊 我們把它恢復原狀 然後呢 不要讓它變成144 喔對不起 不要讓它變成144 讓它變成是300 放更高 按確定之後 有沒有發現 它的白色點 就不再這麼乾淨了 白色的一條一條 白色的一條一條 就變得很霧了 白色的區塊已經不見了 放大看大家就發現喔 對不對 這個檔案我待會會 呃 存給大家喔 你們大家可以拿回去自己試試看 試著做做看 齁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 這張圖 放大之後啊 它中間的那些像素 無中生有變出來的像素 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照理說這些資訊 電腦裡面是沒有的喔 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把這個圖變大之後 這個這個多出來的點啊 多出來的像素點 該是什麼顏色 對不對 我們完全沒有它的資訊 所以電腦呢 會去演算 會去計算喔 它這個顏色呢 它周圍的顏色 還有它多出來的點 會在中間做一個漸層的顏色 會自己把這個顏色給計算出來 這是電腦聰明的地方喔 可是呢 就像我平常其實常常講這句話 電腦做事情 其實沒有百分之百正確的 因為它其實不知道 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效果 對不對 它雖然會自己去演算喔 但是其實我們仔細看 它會出錯喔 因為它會把我們中間的顏色呢 混色之後 就會有這種雜色出現了 所以更糟的一點是說 如果今天啊 我把它 版面尺寸 對不起 我把它的這個影像尺寸 由七十二改成一四四 它照理說會中間每格跟我們插入一點 對不對 可是這一點呢 它會卻會有我們的 黑色 藍色跟白色去混 如果一按之後 你看就出現這種後果 中間的白色的地方 就被它混掉了 因為它搞不清楚 這個白色是不是應該被保留 唯一例外的就是最上面跟最下面的這兩點 因為最上面跟最下面的這兩個顏色沒有被混到 講這樣子 大家了解嗎 所以喔 這個插入點的東西喔 電腦會去幫我們計算 可是計算的結果呢 說實在話 有的時候會出錯 我 講這個觀念 大家應該要了解喔 就是說呢 我們呢 如果把圖案放大的話 有的時候會出現這種效果 所以請注意 這個地方是個重點 當你在電腦會圖裡面做影像處理的時候 這一句話勤勞記在心中 就是盡量把圖縮小 而不要把圖放大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的圖一旦放大喔 就會出現像素中間計算不清楚或者是不如你意的情形 可是如果你把這張圖縮小的話 它是把這張圖中間的像素給挑掉 挑掉挑掉 比如說 每兩個像素 把其中之一個挑掉 如果你把這張圖變成只有50%這麼大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不會出問題 寧可放大 寧可縮小圖 而不要放大圖 講到這個地方大家應該了解喔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步驟 好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可以來看看呢 Photoshop呢 它支援的檔案的格式喔 首先呢 這個是一張檔案 在這邊 好 這個檔案在這邊喔 然後呢 我要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檔案呢 它的支援格式有哪些 它的支援格式呢 我們現在這個檔案 它原本的檔案名稱是JPG對不對 好 好 那它JPG 這個JPG的檔案喔 它通常都是我們在網路上面呢 就是通常最通用的檔案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存成什麼呢 我們也可以用另存新檔的方式啊 把它存成別種的檔案格式 好 呃 我會把這個檔案存給大家看 呃 我會把這個檔案的立體呢 存給大家 大家就可以在網路上面使用 來比較這幾種檔案格式的不同 好不好 答案格式在哪邊看 答案格式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另存新檔這個地方 好 我們把它拉開來 看看有哪幾種格式 喔 這麼多的格式 好 那這幾種格式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可能沒辦法一個一個慢慢講喔 我們挑幾個重要的來跟各位做解說 好 我們先按取消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如果我們把它存成另存新檔 存成是 答案格式拉開 存成是 BMP這種檔案的格式的話是什麼 好 好 我們來看看喔 如果把它存成是 BMP檔案的格式的話 存檔 好 它啊 會跳出一個視窗來 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的格式呢 是要Windows還是OS2 OS2啊 是一個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個作業系統 現在用可能不多了 但是呢 Windows 卻是我們現在大家最常最常用的機器喔 百分之 我想百分之在台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用戶喔 八九十吧應該 全部都是用Windows Machine 也就是所謂的PC喔 用蘋果的可能不多喔 那這個BMP這個選項呢 其實啊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呢 在Windows下面的標準的圖形格式 還記得小畫家嗎 小畫家這個東西啊 它支援的圖形呢 就是BMP這種檔案 按確定之後 它就會把我們的圖檔 存成BMP檔 BMP檔它的特性呢 就是 它的裡面的這個像素 就是一粒一粒的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們再把我們的檔案給叫回來 開啟舊檔 開啟我們的 原本的這個JPG檔 開啟 好 然後呢 再來存第二種 應該就是第一種吧 我們剛剛先講BMP喔 其實應該第一種是Photoshop檔案喔 叫PSD這種檔案 Photoshop檔案呢 就像是我在第一課裡面講的喔 這種檔案啊 這種檔案格式啊 其實呢 它是呢 Photoshop裡面的 標準的 影像編輯的格式 Photoshop裡面的任何一些設定啊 比如說 像是我們在講說 圖層 我們之後會講到 圖層是個很重要的觀念喔 還有一些特效啊 可以做改變設定的特效 比如說像圖層的特性這些東西呢 都可以在Photoshop的 PSD的檔案裡頭做保留 如果說你的這個檔案 還想要被編修的話 當然就要存成PSD檔 不然的話 當你另存新檔之後呢 你Photoshop檔案裡面的所有的設定喔 它都會直接把你合併在一起 雖然這個設定呢 你在一張圖的時候 這些效果 你還是看得到這些效果的結果 可是如果萬一啊 你想要把你的圖打開來 再去修改你的效果 對不起 那辦不到囉 因為你儲存的不是PSD檔 它並不是可以被編修的檔案 比如說我們的圓圖 CPG檔 或者是我們剛剛儲存過 講過的BMP檔 這種檔案呢 它不是可以被編 它的特效不能夠被編修的 好 如果你想要編修 還是得把它存成是PSD檔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另存新檔的地方 有的叫做GIF檔 GIF檔 然後呢 它會說啊 對於此選項 檔案必須另成為副本 意思就是說呢 你現在原本的這張圖呢 你沒有辦法直接把它存起來 你必須把它另存為第二張圖 它才會 可以儲存 好 我們按儲存 它的名字叫做AfterCopy囉 它會自動把你加拷貝兩個字在後面喔 像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呢 把它儲存起來 好 它會問你說啊 你這個是所影射的色彩嗎 要問你說你的所影射有多少 當然啊 我們如果 要把它存成是GIF檔這種檔案格式的話 一般來說 我們會使用另外一個工具 叫做 這邊有喔 叫做儲存為網頁用 它會有另外一個視窗跳出來 以後我們會來講 特別來講這個儲存為網頁用的視窗 這個是Photoshop也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功能喔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 這個東西 局部這個東西 你可以選擇喔 它的這個混色的模式啊 還可以選擇它的顏色是256色 還是16色 還是32色 我們可以選擇 好 那這個東西的話 是來選你的那個 就是跟網頁的那個混合色嘛 齁 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可能先大略講一下CIF就好了 因為我們待以後講到那個儲存為網頁用的時候 會好好的來探討這個網 這個 這個 這種檔案格式的特性 齁 我們現在也按確定 要把它給存起來齁 他會問你是你要存正常啊還是存交錯式 那我們現在先選正常消錯式是什麼意思呢 之後我也會在儲存為網頁用的課程之內呢 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解釋和確定 好 然後呢 我們儲存為網頁 喔對不起 不是儲存為網頁用 剛剛講太多了 就不小心把這個視窗給開起來喔 另存心檔啊 另存心檔 繼續把這個講完喔 那EPS檔是什麼意思啊 EPS檔呢 它是印刷上面比較常用的一種檔案喔 因為呢 它不但可以包是我們一般的這種點證圖 還可以把向量圖給包進去 EPS檔它可以把向量跟點證圖 全部都混合在一個檔案之下喔 但是這個EPS檔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缺點 就是你如果用自己的電腦開 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喔 你可能會 嗯 會等等等等的非常非常的久喔 所以EPS檔呢 如果啊 你今天沒有必要把你的圖籍呢 存成是向量圖的話 我建議呢 大家可能還是不要使用EPS檔好 但因為EPS檔它是一個就是印刷頁 比較通用的一個高階的標準喔 所以呢 它的檔案的眼鏡程度呢 還蠻多的喔 有這三種 有版本一版本二 還有Photoshop 它自己的EPS檔 好 那JPG檔就是我們的圓圖這個檔案嗎 這個檔案呢 其實呢 我們現在可能要先 沒有辦法講那麼仔細喔 所以呢 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先 聽聽就好了 待會我在那個 什麼叫做 儲存網頁用的地方呢 會跟大家對於這個檔案做詳細的解說 好 PICT檔這個檔案是什麼呢 這個檔案啊 它是那個 該怎麼說 這個檔案就是 相對於我們剛剛儲存的叫做 PMP檔 PICT picture檔喔 它是 它應該算是 那個蘋果電腦上面的標準檔案格式吧 那我們知道 在PG上面的標準檔案格式 是PMB檔 然後在蘋果電腦上面的標準檔案格式 就是PICT檔 好 那這個PNG檔呢 是一種新的檔案格式喔 它也可以提供給網頁做使用喔 它是一個不錯的檔案格式 可是可能有點小小的大的一些喔 它可以提供互動式的功能啊 基本上算是為 網頁的設計所開發出來的喔 PNG檔它 比較常用的一個編輯工具 反而不是Photoshop 我們現在呢 其實會蠻喜歡用那個 Macomedia的 叫做Fireworks來編輯PNG檔的 然後Taga檔呢 跟TIF檔呢 這兩種檔案呢 其實都是非常類似的 都是非常 有非常類似的功能喔 但是TIF檔的 通用性 稍微比Taga要高一點點 TIF檔呢 它是可以帶那種透明遮罩 也就是我們說 Alpha Channel的一個檔案 然後呢 它是屬於那種 不非破壞性的壓縮的 它的檔案格式會比較大 但是呢 它出圖的時候啊 比如說我們要印刷啊 或者是我們要拿來做3D動畫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 比較高階的功能 比較高階的功能 不希望我們的圖 跑色跑得太厲害的話喔 我們其實可以使用這兩種檔案 來做為我們的儲存格式 當然它的檔案還是大啦 但是它的品質真正是不錯的 好 這就是我們其中 比較常用的檔案格式喔 還有就是要補充一下喔 TIF檔這種檔案格式呢 其實它是支援CNYK模式的 也就是所謂的印刷喔 然後呢 我們如果印刷要輸出的話 其實可以用TIF檔再去印刷自己用 因為它支援試射的混色模式 而不是像一般的檔案 比如像是 JPG檔啊 它只支援RGB模式 而且 JPG檔喔 是所謂的破壞性壓縮喔 因為如果使用JPG檔的話 有的時候你的這個圖形的邊緣呢 會看起來有點髒髒的感覺 好 那個就表示說 你的圖形在壓縮的時候 已經被破壞掉了 好 那我現在把我的這個檔案 儲存成最後一個TIF檔案格式喔 把它分享給大家 好 好 有沒有看見 有沒有看見 儲存成TIF檔案格式的話 它就會問你說 你要用什麼方式去壓縮它喔 我們可以選擇的是 好 假設我們選擇的是 LZW壓縮好了 一般來講 我們的TIF檔都會使用這種方式去壓縮它啦 然後它會問你說 你要使用IBM 也就是PC的個人電腦 還是小用Macintosh 就是蘋果電腦 來那個 來儲存我們的 儲存我們的檔案喔 我們現在在PC上面使用 我們當然是儲存 用IBM個人電腦喔 你也可以選擇無壓縮 但是壓縮出來的答案會比較大喔 我一般來講會選擇LZW 好 我按確定 把它存起來 還有一個檔案格式沒存喔 我們另存新檔 來看看 如果我們把它存成是TARGA檔的話 有什麼樣的視窗跳出來 好 好 它會問你說 你要存成是幾位元的啦 然後呢 要不要壓縮 我們一般來講 還是會選擇24位元喔 那32位元可能檔案格是稍微大了一點 12位元又太低了 我們就選擇確定 這就是TARGA檔 好嗎 那PMG檔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PNG檔 在這裡 好 它會問你說 要不要交錯 有沒有發現 這個跳出來的視窗呢 跟我們GIF檔 跳出來的視窗很像 其實啊 GIF檔跟PNG檔 真正有很多很多的共通性喔 其實PNG檔被開發出來 就是想要取代GIF檔的 好 我按確定 好 再把它存成是PNG檔 可以嗎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要講網頁最佳化對不對 就是這個地方 網頁最佳化 我們來看看喔 儲存為網頁用 把它打開之後呢 就有這個視窗跳出來了 我們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儲存成網頁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視窗呢 把這個 我們的叫做全部的視窗 給調小一點喔 按住AUTO 跟我們一般 跟我們一般在我們的這個工作區域上面 用的這個放大鏡是一樣的用法喔 按住ALT這個鍵呢 就可以讓它縮小 按住呢 我們不按住ALT的鍵的話 就可以讓它放大看喔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儲存給網頁用 那所謂儲存給網頁用是什麼意思啊 儲存給網頁用的意思呢 就是說啊 它會在現有的網頁可以使用的答案格式之中呢 幫你把這些圖案啊 把你把這些圖案啊 最佳化 所謂最佳化的意思呢 一個就是 讓它的圖變到比較小 一個就是 在變到比較小的原則之下 讓你這張圖呢 它的品質不會變得比較差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它提供的格式呢 就不像我們剛剛 令存心檔那邊 有那麼多的格式囉 因為啊 還記得嗎 我剛剛說的 它提供的格式 只有在網路上面 可以使用的格式 它才能夠 它才會提供 我們來看看有哪幾種 把這邊拉開之後 果然只有這幾種 GIF檔 JPG檔 PNG8位元 PNG20位元 24位元 還有 WBMP 也就是所謂的 Web使用的BMP檔案 這個檔案格式 其實啊 我們並不是太常使用 因為BMP檔 其實 這是對BMP檔 做一個稍稍的改良啦 但是其實 如果你要選擇 用WebMP送檔案 你導舖使用GIF 甚至更好 你可以使用PNG 我們繼續把剛剛沒有交完的講完 如果我們把這個放大鏡放太大的話 當然我們還是一樣 可以用手型工具去拖曳它喔 我們把它放小 看全部好了 那這邊地方呢 大家可能覺得比較質疑的事情 就是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有最佳化 原稿 兩籃式 跟四籃式 請問這種東西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在原稿的地方呢 它就只會顯示出 這個地方 的 原本的圖樣喔 如果我們選擇最佳化 它會選擇我們 編輯之後的圖樣 我們來看看喔 假設我們利用PNJPEG做例子好了 把它放大一點點看 我們讓它看細部 原本的圖案長的是這樣子 這是還沒編輯之前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把我想要儲存的檔案格式 改成是D 有沒有發現就變了對不對 因為有沒有發現這邊呢 如果同學仔細看 這邊會出現這樣子比較大的點 這就表示呢 我的影像啊 品質被改變喔 因為還記得這個視窗叫什麼名字嗎 這個視窗叫做儲存為網頁用視窗啊 既然呢 像我剛剛所講的一樣 它要儲存為網頁用 它就必須對於 為了顧及到品質喔 喔 對不起 為了顧及到檔案的大小喔 它就必須為品質做一些犧牲喔 喔 那當然我們可以選擇 你要的犧牲的是品質 還是你要保留原本的品質 犧牲你檔案的大小 那這有個意思嗎 所以呢 如果用原稿的話 這個原稿呢 你永遠都不會看到你在這邊做的改變 因為它永遠顯示的就是原稿的模樣 如果你選擇最佳化的話 它就會顯示的是 你改變之後的模樣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選擇最大的話 其實就跟原本的原稿差不多嘛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極高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很低 那出來的結果呢 有沒有發現呢 我剛剛在這邊做調整的時候 同學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地方也跟著變動喔 對不對 齁 這邊地方呢 會告訴你說檔案的大小 如果我用中等的話 它一共是117K這麼大 然後呢 如果你用2288的Modern的話 就是以前還記得嗎 我們在之前還沒寬頻的時候 用的是Modern 就是下載這個檔案 你要花多久的時間 我們要花43秒的時間 才能夠把這張檔案給下來 但是我們現在用寬頻 可能就不用參考這個數字了啦 你還是可以知道一下這個檔案的大小 可能看這邊會比較準確一點 好 那如果我們調整是低的話 當然檔案就變更小了 可是呢 你的下載速度就變快了 25秒就下來 如果你都不做改變的話 用最大 119K 但是你要200多秒 才可以把這張圖給下了下來 可以嗎 好 那講到這邊就可以順便減檔這個 這個是你的放大的大小啦 看有多大這樣子 好 應該跟這個外面的工作面板是一樣的 好像沒有什麼不同 好 那這是PNG喔 那我們來講 漸進式好了 好 剛剛我們不是說 我們在存的時候呢 我們在存成把它存成GIF檔案 還有存成JPG檔的時候 他會跳出一個視窗 來問你 是不是要存成漸進式嗎 好 所謂漸進式是什麼啊 漸進式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說啊 今天這張圖喔 好 因為我們現在這張圖 是用 假設是在網路上面使用嘛 好 這張圖叫做 儲存為網頁用喔 那現在呢 我們把網 我們把這個圖喔 想成是 我們不是說圖是由像素構成的嗎 好 那像素我們有 分橫一點一點的像素對不對 如果我們把每一個橫的像素 都視為一組 就跟電視機的掃描線一樣對不對 好 橫的像素 所有的橫的像素 單數的像素 這邊有一條 假設我們今天叫做第一條 然後呢 下面有一個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拍下去 每橫的像素 都構成一條 直線 一條 爪描線 這樣子的話 好 如果我們想想看 如果今天啊 我們要在網路上面 把這張圖給download下來 我們是要呢 嗯 從第一條 第二條 三四五六七八九 這樣子一條條的把它download下來呢 還是我們現在啊 如果今天download的方式是 1 3 5 7 9 全部download完之後 你再download 2 4 6 8 10 這幾條 掃描線 當然是第二種方式喔 先download 激素的掃描線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的網路 假設我們的網路不夠快的話 我們如果從上面download下來喔 的話 從這邊 1 2 3 4 5 這樣子download下來的話 它 花同樣多的時間 你只能夠看到這張圖的一半 假設今天這張圖要花總共10秒鐘download下來好了 在第5秒的時候 如果用第一種方式 你可能只能夠看到這張圖的一半的地方 這樣子 一半的地方 但是如果呢 你採用第二種方式 先download 1 3 5 7 9 你可以看到圖的全部喔 在第5秒鐘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圖的全部了 只不過 你沒有2 4 6 8 10的掃描線 你看的比較不清楚一點而已 但是 可以先讓你知道 這張圖的全部啊 到底長的是什麼樣子 這樣講大家了解嗎 所以呢 如果你選擇漸進式的話喔 這樣子download呢 會對於在網路上面顯示圖案 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因為啊 你可以花一樣多的時間 就可以先知道這張圖是什麼了 而不用說啊 你只能看到圖的一半 但是是很清楚的一半 你可以先看到不清楚的全部 這樣講大家了解喔 我們這個地方啊 ICC描述檔 其實啊 ICC描述檔會增加一檔案的大小喔 喔 有沒有發現增加很多喔 增加還不少喔 喔 按了ICC描述檔之後呢 它會把這張圖的色彩資料把它擺進去 因為我們知道啊 每一個device 你的螢幕 每個人的螢幕 每個人的螢幕 每個人的印表機 每個人的比如說是 呃有關於顏色顯示的 或者是顏色輸出的這個電腦的器 呃電腦的器材喔 通通不一樣對不對 可能你的印表機是Epson的 可能我的螢幕是 Muzonic 或者是其他牌子的 通通不同 那ICC描述檔加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告訴 所有的電腦螢幕啊 喔 對不起喔 不該講是電腦螢幕 而是應該講所有的電腦硬體啊 一個解釋告訴你說 這張圖它上面的顏色 是怎麼樣排列的 是怎麼樣被被被歸納整理的 應該可以這樣子講 齁好 那繼續看 看這個地方 這邊呢有一個東西叫做品質 齁 當然啦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調整品質 其實也就是同等於我們調整這邊啦 有沒有發現 低品質的時候它是10 中等品質的時候是30 所以調整這邊跟調整這邊 基本上是一樣的啦齁 好 那有沒有看見 模糊呢 就是表示說 我們還是一樣放大看好了 假設我們今天把它放到很大看 我們今天用的是低解析度 它這個一塊一塊的馬賽克很明顯對不對 我們如果 模糊的話 模糊多一點 它的東西就會變得比較霧啊 齁 那就是讓你看到 如果你今天想要儲存是低品質的話 你如果選用模糊喔 它的東西就會變得糊糊的 可是你比較看不清楚那些瑕疵 齁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是一個辦法啊 這其實並不是個好笑的事情 其實這個是在不得已的就是 你要兼顧網路品質 你要兼顧圖片品質喔 嗯 其實不能說兼顧圖片品質啊 因為這個品質還是 調了品質之後 模糊 調了模糊之後品質還是一樣不好 只能夠說 你可能啊 要讓你的觀眾 或者是看你這張圖的人 不要感覺那麼不自然而已 在網路的頻寬不夠寬之下呢 不得已的苦衷 你可能必須這樣子做 好,那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了 好,那最下面這個邊緣調和呢 我們現在呢 邊緣調和我不要利用JPEG講好了 我們可能用別的檔案格式講比較清楚 我們利用PMG講好了 PMG我們看有8跟12兩個位元 8位元有這些選擇模式 我們來看看24位元 24位元的選擇模式就變傻了 為什麼24位元的選擇模式才比8位元還少 其實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24位元可能呢 他的資源並沒有那麼廣泛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還是可能會使用8位元為主 我們先用8位元來做解釋好了 8位元這個東西有沒有看見 跟JPEG最大的不同 他會有一個色彩表 應該是叫做鎖影色彩表 這些鎖影色彩表呢 由我們這張圖裡面所有的顏色 好 那這個顏色呢 最大最多最多最多可以給到256色 但是呢 你可以說啊 如果今天我的 我的電腦 或者是我想要儲存小一點的話 我想要降低他的顏色 怎麼辦 這邊可以直接挑喔 如果今天我用128色 他的顏色只變一半了 好 如果今天我用 64色 好 他的顏色變得更少了 好 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利用 待會下一節的課程裡面呢 再詳細的討論一下 好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看 所謂的邊緣調和是什麼 哈 我們先來 可能先把它調成2564吧 好 邊緣調和呢 如果今天啊 你的這個 網路呢 它是有 你的這個圖片呢 它是有透明的圖片的話 好 我們可以利用別一張圖來看看 好 如果這張圖它含有的是透明的區域的話 它會怎麼做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喔 在Photoshop裡面呢 或者是在別的 所有的影像處理 軟體裡面 它都會認為啊 這個 透明的 呃透明的區塊 它會用 這種 一格黑 一個灰一格黑的 表方式來表達喔 這個東西 並不代表說 這是它的真正的顏色 長得像這樣喔 而是代表說 這個是透明的色彩 好 那這個色彩是可以被改變的喔 那 怎麼改變 我稍後再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先把那個 圖存成網路的四雙給叫出來 快捷鍵呢 是 Ctrl Auto Shift 3D最重要的鍵 再加S 這個四雙就被叫出來了 好嗎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區塊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看喔 混色 邊緣調和這個地方 如果今天我選擇5 它的邊緣就是這樣子 但是有沒有發現 我的這個邊緣呢 句子非常的重 因為我們是要拿來做網頁 對不對 這個東西呢 它可能會被擺到網上 擺到網上 我們的網路 一定有一個背景色 好 因為呢 網頁不可能顯示透明色嘛 對不對 我們網路一定是要有顏色的 好 那 既然這樣子的話 這張圖會被擺到網頁上 那我們就必須知道啊 這張被擺到網路上面的圖喔 它 如果今天直接被這樣子擺上去的話 會不會很醜 如果直接這樣子擺上去的話 你其實會出現很嚴重的鋸齒狀 一格一格的鋸齒狀對不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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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